机舱门打开物资从高空中成群落下 美国该采空头给予加萨民众援助 现在还计划透过海运扩大运送规模 根据CNN报道 美国与欧盟计划在塞浦勒斯 以及加萨沿岸地区建立海上走廊 但建立接应粮食的临时港口 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短期内人必须依靠地面运送物资 不过CNN采访团队停进加萨南部边境关卡 却发现许多以色列抗议群众无视以军严正警告 试图闯进关卡 防止人道物资进入加萨 CNN报道 刊议团体强调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逼迫哈马斯释放人质 不过根据联合国统计 从二月二十四号开始的十天内 每天只有不到一百一十辆卡车进入加萨 远远低于单日至少五百辆的需求 已经有十七名儿童因为营养不良和脱水身亡 旧元物资背水车薪 现在还传出美军空头的物品 因为降落伞故障迅速下坠 空头疑似酿出死伤事故 海运人尚未着手展开 现在最主要的陆运还面临以色列民众阻挡 无疑更加剧加萨人道危机 三立新闻信条报道